歡迎來到這場座談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廖宜坊 在開始之前想跟各位簡單說明這次活動的緣起 還有接下來的流程 那首先明年正式始於所成立90週年 然後所長建議一本所同仁要回復各方面的學術表現 那同時今年也是禮俗宗教是創立20週年 那在所內現有的研究 專題研究室當中 可能算是年資最久的 那我們希望能透過這樣一場座談 回顧這20年來台灣新社會史研究的歷程 那也藉此聆聽大家的想法 那在座的三位講者 我想不用多做介紹 三位老師都是史醫所的資深的研究員 也是研究室從無到有的關鍵人物 那想必他們有非常珍貴的經驗可以分享 那因為待會林副師老師有事情會先走 所以我們就請顧老師發言之後就接著林副師先生 然後在最後是劉真貴老師 然後在他們之後會開放現場大家互動 那凡是跟底屬宗教或新社會史有關的話題都沒有限制 那這裡也順便廣告一下就是那個研究室新的網站 還有臉書的專頁都已經開設 各位可以用手機或平板掃描 然後QR code或者是上網搜尋都可以看得到 然後網路上也有三位老師這一次 準備了論文可以讓大家可以閱讀下載 那底屬宗教當然是離不開田野 不過我們也走向雲端了這樣子 所以這也是二十年來的成長之一 那最後想藉這個機會跟兩位老師之一 分別是在座的劉真貴老師 還有謙虛的劉淑芬老師 那研究室在1997年創立 一直到今年年中由我接下來為止 那他們兩位分別是第一位跟上一位的召集人 那劉老師已經在 劉淑芬老師已經在今年轉為兼任 那劉真貴老師也會在明年退休 那在這裡要向兩位老師至上謝禮 那也感謝二十多年來 參加過禮書宗教室所有的師友 那包括今天冒雨而來的各位 那以下就請杜真聖先開始 謝謝 我跟那個廖宜邦先生 這個講 我今天來是不講的 我就是要聽 因為我 因為他首先跟我講說 他接這個 就管這個研究室 這個工作室 要接啊 可以了齁 所以他說這個 這個研究室是我創立的 我應該來參加 那我覺得也有道理 我應該來參加 第二個呢 他也是那個大帽子 其實我看那個海報 也貼啦 就是重防 新社會史嘛 所以這個 我也不能不來 但是我最近 是我的腦袋都在做別的 我也沒有去查 也沒有什麼 我也不想 我今天主要來聽他們兩位講 因為基本上這個 因為我又發現齁 這個研究室後來 其實是有過改造 有過改造 這個後來再改成 我們現在叫做 禮食宗教 或是宗教禮俗 最首先好像是 生活禮俗嘛 對不對 一開始是生活禮俗 所以這個 而且我看這個海報 有的時候我在電梯看海報 這個 其實都有 每個研究室每個時代 都有一些新的方向 這個我也不懂 我也不熟悉 但是從海報就來談 既然來了齁 這個 我也不適合 還有十幾二十個人 願意你來聽 所以 這個 我就很概率說一說 第一個 從 這個體制上來講 從這個建制上來講 十一所有 你如果今天在十一所 我逛一逛看到一些什麼招牌 什麼什麼工作室 或是研究室 這一類的 大體上 尤其是研究室這一類 專題研究室 這個是 這個 我記得好像是1995 1995的時候就開創 十一所 那時候我接首長 那這個 會有這些設置 這個是需要 從整個十一所過去的歷史 稍稍了解 那十一所過去的歷史很長 但是 我到1995當接這個首長的時候 我已經來十一所十五年 我是1980年 我是1980年 進入十一所 那當然 我看過老十一所 也看過正在轉型的十一所 什麼叫做正在轉型的十一所 你們的老四輩 都是1980以後 大部分的 都是1980以後進來的 你想想 我已經是1980了對不對 所以你們的老四輩 一定是19 這些都是1980以後進來的 那這個 1980以後 是一個新的 算是一個新的時代 十一所 也是十一所一個新 因為有什麼 因為人緣新了 人緣新了 以前 幾乎是人事是凍結的 但我也不必再講這個故事 所以 沒有什麼人事的流動 因為沒有原額 很簡單 就是1980以後 有新的原額 這是 這個中央的一個政策 就是 要給這個 H&M多少名額 隨手也爭取到很多名額 是這樣的 所以才會有新人進來 我還不是用新名額 我是用一個退休 以前退休的人的名額進來的 所以我在1980 我說我是看 我是好像是 在那個 那個 那個山脈的 零線上 或是 我是在那個 屋脊頂上 其實我是看到兩邊 一邊大概是 差不多 1930年代以來的 那個十一所 一邊呢 是 1980年以後的十一所 就是 就是這樣 那 那時候這個 十一所的這個 領域的分界很嚴 很嚴 很嚴 本來十一所就好幾個學問 所組成的一個 十一所 它不是一個十一所 它是一個院 文學院 理學院的院 十一所是一個科技 副事聯 說要科技合作 是這樣的 所以 但是這樣 但是 這個 我 因為 我想 多少的人 有一些人知道 我 會研究 史與所 研究副事聯 研究這個 所以對於過去 我也有一些 資料的 這個 了解 一點看法 我可以說 它是一個理想 是要科技整合 但是 但是 嚴格講 是失敗了 就是在裡面 都是十一所的人 也互相不懂 也沒有整合 是 是 是這種情形 所以幾十年下來 就是這個樣子 哈 那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應該 還有還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就是說十一所是 人家說是天下第一所 因為它是 人最多嘛 第二個 來台灣也是唯一的所 這個例子也不必講 唯一的所 人最多 最老 對不對 而且 大師級的人物最多 所以 當然它是天下第一所 是這樣 所以 十一所的人 基本上 自私甚高 自私甚高 不願 不願 不願意跟外邊的人聯絡 是這樣的 這個 我舉一個例子 我知道 那在哪一年 在八幾年 我負責這個獎論會 那時候的獎論會 是非常嚴肅的 因為 每個人差不多兩三年 才輪到一次報告 這一次報告就是 人家都要看你 你這個 你的程度怎麼樣 你這兩三年的成績是怎樣 而且這也是決定你未來的這個升遷很重要的 所以這個 也不是像現在這個密碼 到處都是什麼會 什麼 幾個人也都在一起開會 什麼追追 好多 已經很少了 根本沒有了 這個是那個 我當 我主持這個獎論會 可以安排人家來講 我就覺得 其實以前十一所 也沒有外面人來講 誰敢來這個十一所演講 這個十一所演講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非常嚴肅的事情 這個是一個偉大的事情 你們要了解 這個外面的人來演講 這一點要了解 但是 年輕人 那時候我還年輕 所以呢 這個 也比較不管 我 突然聽到說 有一個 其實我跟他不認得 有一個從美國回來 路過啦 是路過的 還是短期研究 我現在都不記得他的名字 我知道是波士頓大學的 他是研究那個青史 而且他也懂得滿文 所以我覺得很好啊 那這個應該就 找他來我們十一所演講一次啊 這個來聽聽外面人啊 怎麼樣研究那個 誒 我請他來啊 誒 講啦 當然也講啦 誒那個 過去了 但是事後 就我們那個所長呢 就跟我講 他沒有過格來使一所演講的 波士頓大學的教授 是沒有過資格 不夠資格來使一所演講的 所以我講這個給你們聽就是說 以前是那一種情形 所以這所內又是 我們是分組的 嚴格的分組的 是各組做各個組的 甚至也是每一組 組裡面也是個人做個人的 在所內也沒有什麼誇主的合作 沒有 當然更不要說是所外 或是我們院內跟別的手 或是跟這個院外其他的都沒有 這個是我在十一所十五年的經驗 九五年我當所長 所以我 就開始 我說要打透這個界線 而且 而且也要讓十一所 都跟外面的人 有一點來往 跟別的手 邊裡面邊的手 跟院外的大學 有一點來往 所以 我就想說 應該要設立 什麼什麼什麼研究室 一下子設立很多 從這個文物 文物資料 文物圖像 文物圖像研究室 就是 好多啦 就是這個那個 那其中有一個其實就是 生命理俗 生活理俗 就是這樣的 這是這樣的一個緣起 你們要了解歷史的話 這個研究室就是這樣 那其他研究室也都差不多 當然後來有一些研究室 不是我那時候設的 我記得那個法律 法治的那個 是後來在設的 好啦 那 所以 在今天來看 從 整個的這個學術活動 這個人與人之間的來往很頻繁 而且也沒有什麼界線 這個沒有在那一套這個什麼權威的那個 都都沒有啦 對不對 今天誰老大 沒有啊 沒有人是老大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新的時代 一個新的時代 在以前不是的 那麼這個 整個研究室 他本來要抱 要扮演的一個角色 就是溝通 就是互相了解 而且就是要誇 誇學科 誇學科的這個 那第二個 當然後來 那我第二點要講的就是 那時候的這個 整個思想上的考慮是這樣 那時候 我已經在 提倡這個 這個新社會史 95年了 大家知道這個 我們辦那個新史學 是90年就出看了嘛 這個都那個 所以就是 都是在這個 新史學 那我當然 我不敢去 去佔別人的那個 我自己就說我是 新社會史 就是在這個 新社會史的概念之下 那個也就是這個 92年的那個 新史學 新社會史 就是 什麼是新社會史 那是 1992年 我的 一個演講 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在這樣 一個大概 大概念下 來設立 這個 這些研究室 所以這些研究室 不是說 要去 涵蓋到 要去佔領人家 別的什麼 什麼都不是 它還是有一個 主軸 它要把各種領域 各種知識 匯集在裡面 它有一個主軸的 這個主軸很簡單 就是歷史 就是歷史 就是社會 就是人 還是有這樣一個主軸 所以 不論你研究宗教也好 研究那個 研究那個 等等 這一些 都是要集中在這樣一個主軸的下面 不是說 唉 我做了法律研究 的話就變成是另外一種 這個叫做法律史的專家 這個其實 我那時候整個的想法不是那個的 你做宗教史的研究 你就是要做一個宗教史的專家 不是的 宗教史的專家 就讓 另外的人去做 正如 我在 早前幾年 跟他們幾個 一起來 做這個 醫療史一樣的 我 都講 我絕對不是要去取代 原來的醫學史 絕對 絕對不是 我們這個是 另類的醫療史 為什麼是另類 因為它是以人 以社會 做主軸 這個醫療不夠是 要藉著這個醫療來了解 這個 理書 當然理是這個樣子 而且理書甚至是更核心 理書更核心 很簡單來講 這個 我以前是看賢書 這個 寫賢書寫得 這個很有知識 很有其方 很有觀念的 很有 我覺得都非常先進的 我會很佩服的一個人 就是周作人 周作人 我覺得周作人 在學術上 我研究中國學問的人 都沒有給他應該有的地位 因為他都誰打文啊 這不像我們這些學者 這個動不動出來的話 都是非常隆重的 他不是吧 但是 他 在中國的學術先進 裡面 他是跑在非常前面的 我隨便說兩句 第一個 婦女死 婦女問題 他先注意 兒童問題 他先注意 這個 甚至性 性 性的研究 他先注意 這個 還有 這個 今天 這個 所謂的 差不多 訴訴迷信 這方面的 他先注意 可以 講來講去 相對來講 胡適他們都很落伍的 不客氣 都很落伍的 這個 這個周作人 在這方面 是非常先進的 只是 他就是文章之士 他就是寫 而且他書讀的很多 所以我很喜歡看 從學生時代的時候 有機會我就看 後來研究生活 後來 我後來當然 出來工作 就這個 都一直 一直到今天 一直到今天 我還是很喜歡看 很喜歡看 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雜聞裡面 有一些 談 鬼怪啦 什麼 這一些的 談這一內的 談鬼的 所以呢 欸 我以前看了 就說 欸 這個是 一個 這一內的 研究 這應該是一個社會 或是一個民族吧 或是一個文化的 非常核心的部分 所以其實禮俗呢 禮俗史的研究 民俗史的研究 周作人 走在前面 還有醫療史 我要說 醫療史的研究 周作人 也是那個 跟那個江什麼 江少元 對 江少元 江少元是他的學生輩 你看那時候他們 就這樣 所以我說 我今天就替周作人 這個講講句話 因為他被打成漢奸 就是這樣 好 那呢 像這個 民俗 禮俗的這個 而且主要是 他的觀念非常性 非常 非常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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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所以 而且非常自然 非常自然 所以自然就是 很適合人的啦 就是這樣 他那個觀念是很適合人的 好 那 他有這一些 所以 我比較年輕的時候 我就開始 有從他那邊得到一些 一些概念 那如果 我要仿照說 誒 這個 比如說生命禮俗史 這些看法的話 當然 也是要 追溯到他 那 這一類 我後來當然也 有的時候 稍稍碰到 我寫過一篇 《四篇禮八方》 就是 談宰經 那時候我收集了一些資料 反正這個 藏經 的資料 我也去收集了 誒 看風水 但是我又沒有去學這個素素 這其實是一個敗禮 因為我還是有 那個知識分子的偏見 我應該要去學 這個 這個 占卜 我也沒有去學 其實這個都是 這個民主的很核心的部分 很核心的部分 這個 禮俗 生命禮俗 其實 就是 都是要 要觸及到這個 譬如說 他們這個 宰經 當然 因為有 那個勤儉的資料 這 碎谷地的資料 有宰經 這個 我稱之為宰經 因為他講房子的 這個 怎樣的 再來這個 跟以後的這個 這個 皇帝宰經 皇帝宰經 甚至跟敦煌本的 其實是宰以後的 皇帝宰經 我們的這個 木科本的 其實是宰以後的本的 皇帝宰經 這個 公廚貼 叫做 帝利 公廚貼 房子 這些 其實不叫風水 我覺得台灣人的習慣 那他正確的 風水是說 墳墓 那是 看地理 看地理 這主要是 家 陽宰 陰宰才是風水 所以 這一面 這個 這個也是 一路這樣下來 所以呢 整個來講 這就是 大家說 這個 研究的素素 這個 這個都連在一起 這個 素素的 那個 這個呢 你用 願意用 新名詞的話呢 這個叫做 新太史 就是新太史 這個 禮書 生命禮書 就是 是屬於 新太史 新太史的研究 所以 整個的 都還是環繞著 歷史 這個 這個 這是我 一個很 粗淺的概念 不要再 暫時間 我要 很快的要離開 來 黃老師 您有參加過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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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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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就只有 一些非常非常外在的觀察 比較早的話 大概就是 那個 其實是參加研習 才慢慢接觸到 到最快 而且我參加研習 第一屆我也沒有參加 我是聽 就不是他們 有參加的人 講的 所以 我們那時候 算是 研究生 但是因為是研究生 也就 在比較下面的地方 看到 杜老師 就開始在 在提倡這一塊 然後 其實在大學裡頭 就是 已經有這樣的 迴響 因為杜老師也是在 學校裡面上課 所以就是說 生命理俗 當然 很細節的 剛剛那個區別 我們是 至少我 不是很清楚的 但是 那整個的氛圍 就是 新社會史 我記得 邱文生去屋萊 參加那個第一次的 歷史研修 引回來的時候 有在講說 杜老師要提倡 新社會史的研究 然後裡面 就包括這些 生命理俗之類的 這些研究的取向 然後到後來 我是直接 更進一步的接觸的 就是 新史學的 那個第一期的 那個 杜老師有 直接把這個東西 寫成文章 再做 再做介紹 那 我想這個已經變成 一個比較正式的 之前 在摸手 在嘗試 這個過程 我們就 沒有參與到 但也列有耳聞 從顏心 然後從那個 新史學的 那個 特別是第一期的 那些東西 那 而且我們 也受到另外一個影響 就是 人類學的影響 就是 我不知道杜老師 跟黃英貴先生 是什麼樣的關係 像那個 袁錫穎第一屆的時候 好像在英國念書 就有接觸 然後就是在那個 袁錫穎第一次 就找那個 黃英貴先生 去講 那 他是說過比較 不是比較 他就是一個 說過正統的人類學的訓練 而且 也比較喜歡講理論的人 那所以 這個大概 而且他對我們歷史學的 這些做法 好像一直都有一些意見 那這個對我們歷史學 尤其是在摸手 生活史的 最快的人 其實一直都有很大的衝擊 這個到後來就變成 整個歷史系的研究生 至少台大的研究生 幾乎變成一個習慣 或者變成一個信仰 就是好像要去那個人類學研究所 去聽一聽黃英貴先生的課 才好像比較有一些另外的資源 來做支持他們做生活史 社會史的研究 這個也是杜老師另外引起的一個機緣 那大家知道黃英貴先生的那個課 其實要讀的東西很多 然後我們沒有社會學的訓練 常常一開始的時候摸門不早 然後也常常都被修理得滿慘的 但是那個刺激是滿大的 大概從野豐章他們 一直到我們都會有這樣的一個習慣 去那邊偷一些東西 來做為整個社會史 生活史思考的一個資源 我想這也是剛才沒有提到也是杜老師開的一個頭 那也就這樣子 歷史學跟人類學有一些那個 有一些接觸 有一些媒合的這個路數 那所以後來的歷史研究營 一直包括到後來已經到了二十屆 在辦那個歷史研究營的時候 也都很喜歡去找黃英貴先生來 然後他也繼續在修理我們 當然是在我的一直嗆的這樣 我問一下就是大概在九… 九零…九零…九零… 九零…九零…九零… 那個馬英貴先生 這個辦了一個讀書會 一個是物質… 物質文化 研討會 研討會 我想杜先生有參加 我也有參加 那我們就… 我覺得還刺激還滿大的 我在那個研討會裡面 後來就寫了… 後來寫了那篇車馬 就是物質文化的… 後來我是沒有丟給他 後來是丟給史研究 就是說他們的人類學者的研究 當然對我們來講 不能搬過來照用 但是有某些觀念 對我們來講 還是沒有其他很安注 所以我們那時候 既然叫做人類學著 多少要疊出一點點 但是… 其實在文章裡面完全看不出來 你可以… 你剛剛講的多大一點 當然是有意無意 是這樣的 我後來寫了一篇就是… 那篇竹文在那個 門律竹文在社會 後來有一天王道發現 我看過的文竹裡面 寫的最像人類學的一篇就是這一篇 我說我突然沒有想過 我是跟人類學的怎麼辦 我稍微說一下這個 因為你們都年輕比較不知道 黃昱慧 1966民國國主國大國民 跟我一起考進台大歷史系 他練一年轉社會系 後來回來練考古人類學研究所的 Master 黃昱慧在台灣做教育的 那個整個經理是這樣 所以我跟他算是從1966就認識 那我也覺得在人類學裡面 他是做得很好的 那剛剛劉振貴先生講 1990他有那個研討會 那個第一次是講人 第二次是講他有人有物質有空間 還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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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個人的那個呢 就是在 花 是花 宜蘭 宜蘭 不是有一個 那有老獎的行館 那個叫什麼 祈蘭山莊 在那邊開的 所以他也是都是 我記得也是到外面去開 那這個呢 我那個生命一條史的 第一篇發表的論文 就是談人的 心情經激與魂魄 對 對對對 就是他的那個研討會裡面 我寫的稿子 後來我剛剛在講話的時候 談到我有一篇叫做 四遍內外與八方 內外是講 社會史 空間的這個內外結構 要進來 什麼地方可以進去 什麼地方就不能進去 這一種這個大家族的那個空間結構 男女的界線在哪裡的這個 要內外 八方呢 現在就是天上的這些素素的這個 星座的那個會影響到你的這個住家 你的那個叫做內外與八方 這個空間的那個 我記得是他討論那個 他有一次那個主題就是空間的 那一次裡面的報告是這樣的 所以就是補充一下環貴所做的 跟我們比較有關係的 所以一些跟那個 謝謝三位老師的分享 剛才如果我沒有理解錯話 我跟貴老師有分享說 歷史研習營的第一屆其實是生活史研習 生活理書史研習 然後裡面的一個項目就是要閱讀史料 然後從我 但我從他第十五屆觀看也歷史研習營 然後最近兩三屆參加心得看起來都主要 然後現在研習營的內容是以演講為主 我覺得很好奇的是主辦者個人的選擇 還是說現在就是他反映了什麼 屬於所對歷史研習營的定位的一些變化 這個當然我現在的我不太清楚 以前是這樣 以前參加那個歷史研習營 那是戰鬥營 魔鬼營 那也是拼著生命 大家都很熱情 這樣 所以首先是 以前是先寄資料 先寄資料 你要先閱讀資料 本來最理想的時候 閱讀的資料以後大家就來談 但是後來講者都是 那個他演講 他的那一段時間都是 幾乎都是做演講的嘛 但是 這個以前是討論的時間比較多 因為晚上來討論嘛 晚上來討論 這個 所以 巨龍戰中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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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明 長期抗戰 以前因為寄的資料 有些是 還沒有成完章的 那是一段一段 史料 所以大家要先讀 可以討論 但是後來越來越正式 就變成寫好的部分 所以就不一樣 我稍微要補充一下 你剛剛看到 那個 劉先生 劉正貝先生 秀的那一些 就是在九零年代 這個 至少人類學組的 生命育料也是這個樣子嘛 生活理俗這一方面也是那個 其實是小型的 重視這個 互相之間的這個閱讀研討 甚至還有剛剛劉正貝先生 還講一個 我們一般稱之為食貨討論會 這些史料都要保留 不然的話 我們都是空白的一代 那個 那個 那個時代 就是 今天講一講 講故事嘛 那個 我們 就是借食貨 食貨是在台市的後面 那時候是 是陶西勝老先生在那裡 他也 石貨 這個辦公室也在那裡 劉正貝先生 今天都武藝幫忙的 幫忙那個 這個出版的 這個 就是 這時期 那我們就利用 這個 周末 那個時代是 一個禮拜上 這個星期六還是上班天的 那個時代 我們利用周末去 這個 我記得是禮拜天 禮拜天 因為禮拜六早上還要再上班的 這個 去那邊研討 但是沒有任何資源 沒有什麼公家金貴補助什麼 那個是一個誇效的 但雖然說是誇效 差不多就是台大畢業的這一批 再來呢 因為又有東海了 大概就是這兩塊 東海的也來 台中也來 台中那個時候呢 沒有高鐵也沒有高速公路的時代 沒有高速公路的時代 這個大家要了解 這個 做公路局的 那時候叫做公路局 所以早上來 所以 那我老人講一點這個故事給你們聽 讓你們年輕的那個 少少知道我們那時候的這個苦況 那時候我在東吳大學教書 這個早上 因為是星期天嘛 星期天早上 我住在那個叫中央社區 故宮後面有那個租房子住在那裡 後面的那個山上 那個 那你可以看台北市看視林 那早上去視林買菜 買了菜 因為是買一個禮拜的菜 再來做那個 我都記得叫213公車213 再來 再來 從大直發的那個 二一山這個人 再到那個中央社區 山上 放下來 再趕去八個路 死貨那裡 那 差不多大概是10點左右 我們都有正式的有一個人來報告 而且是寫出文章來 寫這文章 那時候影印機很少 所以就會提到一個叫做鳳梨泉 他非常不幸 他潛立正過世 其實他沒有劉先生的人紀大 頂多也差不多 比你大一點 因為他還不到70歲 那時候他辦一個出版社叫做華式出版社 華式出版社也出版了一些 以前我從外國回來 我帶一些是能帶進來的 也會給他去印這樣 叫做華式出版社 那他就是義務幫忙 因為他出版社有影印機 我們要去找影印機都很難 那時候當然沒有什麼電腦 沒有什麼 我們是用SET 就是傳統時代寫一寫以後就影印 連影印機都沒有的時代 對一般來講 只有他出版社有影印機 而且他很大方的就是幫我們印 而且是每個人一份 大家說閱讀 閱讀就是很正式的批評討論 這個是這個 這個就是食貨討論會 那麼呢 老遠的從台中來台北的這一些 像我在這個山上士林這樣下去 十二點多十二點 就去外面吃飯 旁邊有一些餐廳 我們吃過飯以後 再回來 回來 這時候下午的討論就比較輕鬆 而且也是可以講一些比較 不會不會 談一些批評社會什麼什麼 但是那個時候是戒嚴時期 當然我們的腦筋也都是被避賽的 被鎖住的 也不可能講得太什麼樣 但是看到一些什麼不平安 一些什麼總是會發牢騷 會講一下 這個呢就是算是互相溝通 這個溝通呢是 我覺得是屬於心靈的溝通 不是學術的溝通 不是學術的溝通 是心靈的溝通 一個團體如果沒有心靈的溝通 那是不成為團體的 這個 你要成為 所以我們 後來很多的這個學術討論都 越來越來越來 不能談政治 不能談什麼 什麼都不能談 只能夠談學術 乾巴巴的 沒有生命 我可以講 那時候時候討論會很辛苦 但是大家樂在其中 樂在其中 那一種物資條件是困難 交通情況是困難 大家都還是在 沒有任何補助 沒有誰叫你一定要這樣去做 都沒有 是那個時代 那時候 那個時候討論其實還滿不認真的 我有一篇被劈得一大堂堵 後來在人物評論風氣那邊 後來就改寫了以後 後來出房 還好 就是 因為一次一個人 那時候是借著食貨那個地方這樣 其實食貨出房車就是 陶希盛先生的情室 對 對 睡覺的 他那些 他那個是一個小套房 不很大 就是一個公寓 公寓的一層 公寓的一層 那時候陶老先生八十幾歲 因為他自己 因為他很多兒子都在外國嘛 陶希盛老師他們就在外國 那這個時候好像是他掛名 還有陶希盛老師在掛名 其實都是他們這些在做 包括黃寬蟲啊 你啊還有誰 張龍蟲 張龍蟲 這一些在做嘛 都是這樣實際在運行的 還是一直出嘛 對不對 有時候我也會參加一點意見 之後的這一些 我也會參加意見 那我們去 那陶老先生 因為他自己一個人住 八十幾歲 他自己洗衣服 他自己也是打點自己的意識住行這樣 所以身體還不錯 重要的是腦筋還很清楚 所以呢 有的時候 我們幾個人有的會跟他 再到另外的他的一個 所謂傑克 沙發有一個比較那個的 Easy的地方 我們在那邊聊天 就是聽他講 但是當然他也是談學術 因為他不講政治 他的政治很複雜 所以不講政治 是這樣 這個時間大概是什麼時候 延續多久 剛剛講這個不久 差不多都是 7980 頂多到81 1979 80 有沒有到早到78年 1978年 好 我懷疑 但是一定是有79 再來有80 到81 可怕就沒有到82了 因為1987年曹仙過世 對 那是87年的 當然一定都是在之前 因為那個情況是幾年而已 不會太久 因為1987年曹仙過世以後 1988年時後就停刊了 對 然後接下來為什麼 東西是學 就是跟這個 有關係 有關係 對 因為時候本身其實是 陶老先生他自己出錢 他說他會賣房子來辦這個雜誌 那他為什麼要賣房子辦雜誌 是沒錯嘛 就是 其實實在是一個歷史解釋的問題 他辦時候就是一個 歷史研究方法 還有其實就是要找出 對 基本上是中國 中國歷史的一個解釋 因為他從年輕時候參加社會史論戰 他自己有一派 他跟別人不同派 跟共產黨的不同派 所以那個 這是一個思想鬥爭 思想鬥爭 所以他的 後來他在中國大陸時期 離開 社會史論戰結束了 他沒有參加了 他去辦那時候叫實貨辦略刊 實貨辦略刊就是要走出那一種 社會史論戰 只是在那邊講空理論 把這個 一點小資料來填曬那個理論 他就是 以這個 開始這個 整理資料為主 再來呢 這個 社會史論戰是 這個 他叫做亞齡形的 一頭一尾 古代 還有近代 古代是奴隸制到封建制 這個近代呢 就是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時期 這個 共產主義的 共產社會的來源 這樣的 就是一頭一尾 中國歷史中間沒有啦 中間沒有啦 好像是個亞齡 所以呢 這個實貨辦月刊 就是中間這一段 所以 就是漢堂 這個 漢未進來會燒 水堂到零啊 甚至到千萬 就是 這個是 這個是 作風就不一樣 找資料 找資料 不是 要去 引用什麼 因為 這個社會史論戰 不論是哪一派 其實都是左派 都是 馬克思主義的 大 大影子下面的 格格小分支 都是這樣 現在這個 實貨辦月刊 就是要跳出這個 這個理論 理論派了 這個要去找資料 要從實際的問題 這個出發 那他 這個 1970 在副刊 實貨 在副刊 這個不是半月刊 就是 實貨 實貨半月刊 不是很久 他們的名聲很大 他不是很久 他應該是 1934年 1934年開始 但是到抗戰前面 就結束 抗戰前幾個月 他就結束了 所以 三次 這個 抗戰是 三七嘛 對不對 抗戰是三七嘛 所以 大概就是三年多 三年左右 所以他的這個名聲非常大 就那時候開啟一個信封信 到70年的時候 就是實貨月刊 就是一個復刊 他還是繼續 原來他講 他是一種 要 跟這個 共產 左派的學者 不同的那個 解釋 是這樣 是 是 一直都在檔案上看到您的名字 沒有耶 因為機場沒參加 不好意思 他是1992年進來 所以 前面的 有任何問題 請不要客氣 對 老師好 今天很開心的做 聽一聽這個故事跟歷史 當然好 其實我有兩個小小的問題 因為我之前帶過禮塑公眾研究室 所以我太好奇那些文物從哪裡來的 對 對 對 因為禮塑公眾研究室有很多 很特別的文物 對 我前幾天聽寧父子諺講過 你講的是那些神像 只是嗎 那些我不太清楚 那些神像部分 會有兩 兩種 一種是 寧父子諺的朋友 他對的 就是 他是 廟裡面 已經退過神的 退神 就是說 你 那神像上 你給他都會神 就是 就是退神了以後就是退下來不用了 另外一個就是他訪問那個南陽區 就是去找資料的時候收集的東西 那些是沒有退過神的 所以李夫什葉的間諜跟我講說 那什麼神啊 就我們駐庭 駐庭要把那個 就什麼神 就好像得罪了神就對了 他本來把這個研究室給請教來是什麼 就是說本來要這樣做的時候 有一天就做了這根木 所以好多是人道道 都已經退神了 還在神啊 後來想想說 在那邊 華僑那邊 橋瓜那邊收集到 那個都是使用 沒有退過神 這當然是 怪力八十一 那就是說這個是一個來源 然後其他的有一些上書那些 可能是宋光國先生做那個上書所收集的 不過他只是一部分 其他大部分拿走 其他一部分拿走 那在這個他們做田業當中 可能會蒐集一些資料 是不是這樣來的 我不是很清楚 那至於書那些當然是 有些有些成員拿出來的 像這個大漢核之典 那些都是林布石堅 好像有沒有大戰經濟的一部分 那反正裡面的東西是比較複雜的 第二個問題是因為剛剛聽老師們在分享的時候 他有點 我覺得好像是有個teamwork的概念 就是大家是一個團隊 然後比方說 您剛剛提到生活史的那個 研討會討論會啊 好像都是一個有一個主題式的 然後有很多成員 那不知道這樣的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理解錯 好像到現在比如說 宗教研究室沒有這樣的活動嗎 那他的轉變大概會是什麼樣子 我比較好奇 是 因為後面是 後面的我參加的比較少 後面我後來傳遞到 我無獨相識 後來我就做我無獨相識的 接行先後面做了一個 然後 所以李書宗教士的後面這部分 我不是很清楚 那其實應該還在繼續的 後面應該沒有什麼 我不知道有什麼話的電話 你指的是 人之間的 像杜先生講的那種 呃 成員之間的 怎樣的關係嗎 那應該說 剛剛我們聽到一個 好像是一個 就討論非常熱烈啊 或者是像有一些 對這樣的活動出現 可是到現在 至少我們進來比較少聽到 這個任何行業 要愛顧那個傲人 就是說 你有傻定 就去幹 那就也有一些 但是當只有一個人不行啦 就你一定要去 對於虎鵬引判 要有一些朋友來 這樣才一起 剛剛聽到的一些 其實都是 在史遇守都是限於叫做人類學族的 本來研討人類 原來都是這個組裡面的活動 但是因為這個組還要去搭外面的人 找外面的人這樣 尤其是生命醫療的那個 外面的更明顯啦 這個更多啦 是這樣 但是總是要有 有人在那邊推 要在那邊推啦 所以 那個 你如果沒有人在推 我就覺得什麼都很快就散掉啦 這個我也不願意批評 不好意思 這個可以這樣說 我就說 有哪一個 研究所 中間研究研究所才好 每個學者都自己獨立 都是這樣的 哪一個這個說 所掌帶頭出來割草 很多研究員都跟著一起出來割草 譬如說我當首長 我知道這十一所的範圍之內幾棟房子 周圍 你如果一年包 那是1990年代 或者95年開始當首長到2000 你包給外面來割草 今年大概是37萬 我不曉得37萬在你們今天覺得錢多還是少 那時候就感覺 37萬 如果一個 一個研究 同仁出國 補助他出口 飛機票去美國 多少錢 這樣我這37萬可以補助多少人去美國 研究 所以我說 我們不必外包啦 我們是自己來割 來割齁 那時候就定了 自由活動嘛 自由參加 自由參加 現在事務室就是等於買了手套啦 買刀子啦 買斗粒啦 因為夏天還是熱啦 我們是怎麼說 我說這個好像兩個禮拜還是幾個禮拜一次嘛 夏天會比較頻繁 冬天就其實不太怎麼割啦 槽不太長 那個我記得是禮拜三還是禮拜五的下午 我說四點 四點 四點 那來齁 因為 這個水手有一個叫一個司機 其實也是工友 這個就是 這個 這個 首長坐車的司機 叫做林中堯 阿嬤我怎麼死啊 他時間 到那一天的時候 他就 燒了幾幅開水 燒開水 燒了讓他冷 下午冷 再來呢 到時間到來 斗粒啦 鐮刀啦 什麼手套 都準備 就在研究大佛 前面那裡 就放著 到四點到 自然 要做的就出來 基本上都要研究人員 不是職員喔 大家一定要弄清楚 而且研究人員就是自動的 自動 他就總是有一些 西朋友嘛 就一些使人 這樣 沒出來 抱歉吧 反正這樣 我說 反正 歌草 歌一歌 這個呢 可以坐下來 休息聊天 不然的話 你平常也沒有機會聊天 這個 你平常沒有那個 所以呢 歌草的 滿頭大汗 再來喝 就喝白開水 就是聊天 聊天晚了 差不多五六點 就大家回去 馬虎吃飯啊 本來就是要省錢 哪裡有什麼 還要再請吃飯 當然沒有 我就說 這個喔 大概 至少維持有 兩年啊 兩年 這個 所以這個 我相信這個也是 以前沒有過 以後也不會有過啦 所以 研究人員 大家出來歌草 真的 那不可憐 你們以後會 喊醫生 大家出來歌草嗎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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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這樣 那些的 學術的一個推動 大概 內事啦 也是 也是這個樣子啦 所以 剛剛你的問題就是 喔一陣子 好像 大家都在研討 先閱讀啦 要做什麼 那樣子 還這個 我看 九零年代是有 這個 這個 氣氛啊 欸 換個天板 那種 很重要 很重要 我要去歌草 沒有事情 衝一下就是 剛才 那一雲提到 我想後來分開 醫療型就是 好像還很多活動 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差別 是那個主題計畫 就剛開始的時候 可能比較多是 就是高級人 或者是像 有老師帶學生啊 或者是 比較資深的 在之前的一起 一起讀書 比較是 沒有什麼 制式的 規範 只是大家的熱情 跟興趣 那後來有一些 比較制度上的影響 我覺得是跟 院裡面的主題計畫 有關係 後來就鼓勵大家 申請主題計畫 那 因為醫療型就是 稍微有一點傳統 就是說 每三年大概 都還是 持續有主題計畫 那如果 理書宗教人 又是有充足的話 其實 假如有主題計畫 就比較容易 集結一些 譬如說 因為有主題計畫的話 除了那個 主題計畫的負責人之外 參與的同仁也可以有 所內的也可以有所外 譬如說跟理書宗教 遺書史 或者是宗教史 研究有關的 那 同時如果院裡面 的主題計畫通過 也可以有 國師後的名額 就會有更年輕的 一起參加 我記得比較早的時候 就是穆州先生 他就會 主持一些像這種 比較集體性的計畫 那也要我們 所內的同仁一起參 當然就是說 這種時候 年輕的同仁壓力 就變得很大 剛進來的人就會 被要求或是邀請 參加主題計畫 那可是如果這樣的話 就是說有時候會比較明顯的看到有活動在進行 而且結束之後會有具體的出版品 因為通常都會開一個國際會議 然後最後就會有 有點像糟糕天下說我們還活著 我們現在在做這個主題 然後最後會有出版品出來 那個影響就是比較明顯 那當然個人的研究 我覺得另外一方面我也覺得 當然這個不是說洩氣或是什麼 而是我覺得歷史本來就有消長 如果說有現在某一群人覺得自己做比較有意思 也就可以了 那也沒有形成共同的什麼東西 單打獨鬥的人也可以做得非常好 就是學術研究也可以做得很頂尖 然後並不見得全部都要打平價的才會做成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也是看個別的不同的人 性向吧 個性 或者是喜歡 比較喜歡用什麼方式做 但是如果是在一個建制下 比如說在所裡面有一個叫研究室 這樣子的一個單位 那向一方希望能夠清清淡大家的意見 假如真的想要能夠把它活起來的話 我覺得共同做計畫 或者是比較具體系列的讀書會 也不要太早就用很多錢 經費綁住 就是比較具體的一起讀一種史料 或者是一起讀一個主題的書的這種讀書會 只要有一些系列性一定都會 那個過程就會聚集到一些對這個主題有興趣的人 那也不是只有李蘇宗教研師獲益療寫就是像那個 李仁淵和王洪泰他們RUN的那個演習 也是因為你有具體 比如說明星的田野德這一類的資料 你有一個比較具體的Corpus 就是一筆東西 然後或者是一個特定的主題 大家都很有興趣一起來 可能剛開始都只有兩三個人 三四個人 可是你只要持續一陣子以後 人家就會開始注意 自然就會有比較年薪的進來參加 那等到機會成熟的時候 再來提要錢或要人 要經費的那種東西 就不會覺得好像全部都是責任很累 一定要 我為了要扛這個研究室 我就沒有 其實也不一定要 我覺得不一定要這樣子 但是一起讀書 有系列的讀書 不管是研究成果還是史料 我想都會比較容易看到 別人就會看到 然後就會有人 有興趣的人自然就會知道了就會來 我也是非常驚訝 我本來以為我剛剛跟戴基娟老師 一起上來的時候想說 哇 搞這麼三位大牌 坐在那邊之後我們兩個人要聽怎麼辦 結果一起來 欸 怎麼這麼多人 他非常非常的驚訝 我想顯然大家還是對這個主題 或者是這個次領域的發展好奇 或者是期望能夠繼續嗎 那如果是這樣 也就是其實是你有這個生理軍 很偏偏就一定可以看得到了 沒有那麼值得擔心 只要能夠一起讀書 那個文物圖案就是像行工 帶大家讀這些也是一樣啊 就是你有持續的活動久了 大概就會看得到 另外有給我補充一下 杜先生走了 當時剛演成來 我有一張我們一起的合照 如果你沒有那樣照片 我可以把那樣照片 那個他當時在問說 我們做這些研究 有沒有受到西方像年間學派的影響 我印象非常深 那時候是在那個小圖的那個地方 因為我剛剛從美國外面多久 然後我讀兩棲之老師 寫了一些介紹年間學派的東西 所以我的回答就是說有 我們是受了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有受影響嘛 那我也來參加 我就哇哇哇講一堆 我講完以後 蕭凡先生也好 我忘記劉先生有沒有講 黃庆蓮先生可能也有講 反正至少有兩三個前輩學者跟我說 沒有我們都不是受他們的影響 我們都是自己怎麼樣 就像剛才這樣子慢慢發展出來啊 等等等等 所以老實說其實只是差兩三年 或三五年的時間 那個思想資源來源不見得都是完全一樣的 可是我可能在外面或是後來的一些同仁或朋友 在別的地方取得一些資源或是知識 然後可是因為就有點像那個老幹星師這樣 反正就接在一起以後就自然就這樣下去了 我在看那個什麼你那個問提格啊 還有杜仙的那個表格的時候 其實以前都看過 可是已經20年沒看了也忘了 現在再看就發現 我在那個角落第11項譬如說生產喔 當時我在做的時候我覺得是 對我來講是很大的題目 而且我有我自己的脈絡 我不是在這個脈絡裡面被分配去做這個 但是如果你有 其實杜仙剛剛講的那個也滿重要 就是如果你除了學術之外 你還有聊天 你還有其他的心靈交流 或者是情誼的話 其實有時候你就很容易配合在一起 就是說我有我自己的脈絡 我當然有我自己的脈絡要做這些事情 可是跟既有的一些 或打算大家一起合作這種東西 不違背的時候就可以一起做 那如果你沒有那個情誼的話 每個人都會覺得 我這裡脈絡 我為什麼要跟你這個 我為什麼要做這種 承擔這麼大的責任來提這個計畫 我為什麼要做 就很多為什麼要我來做的這種心情 其實是滿不一樣的 我覺得到頭來很多時候 雖然不見得同事都會變成朋友 可是如果同事除了學問之外 還有一些其他稍微深一點的情誼的話 那很多事情就比較容易做的 就比較容易合作 做成 這是我一點感想 謝謝 我想李老師 剛剛講的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凝聚一種共同的主題 或者是一起去思考這些東西 當然彼此之間還是會有比較多的交流 其實我現在要快對修了 現在就隨便講沒關係 就是說 其實這點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說 同事之間 我們這一組非常非常的安慰的 就是非常非常處得相當好 處得非常的好 彼此沒有什麼糾葛 沒有什麼和彼此什麼對立啊什麼東西 這點對一個做研究的團隊來講 是很好 有一位形容我們的這些組的關係 形容我們組是相見如親人 當然別的組也有別的形容詞 別的路人 別的路仇人 但是其實也沒有那麼嚴重 整體來講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我們這一組真的是 這個選文裡面的所有的同仁 當然 後來討論會這些是超越了這樣的一個組 就是跟不同的單位都有交流 所以能夠凝聚共同的興趣主題 彼此之間就可以合作五間這樣 就是彼此之間的更深的認識 就可以合作五間這樣 那這一點非常非常重要 重要的一點 非常贊成 我希望你未來 大家都跑了 還有沒有 各位來賓 我們現在已經下午四點了 我們再問這兩個問題 如果有的話 請把握這個櫃子 請問我們可以透過嗎 開笑的 沒有什麼事 對 沒有 各位還有什麼想要說的嗎 謝謝 成功的女友的朋友 教授和大家教授 主張提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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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